好,我們今天的信息就是神的道路遠遠高過我們的道路 神是超越一切,我們什麼困難,神都如無搞定 神一切有其妙的安排,神在一切的事上 他的思想,他的道路都是遠超過我們的 所以我們可以放心,可以輕輕鬆鬆 這個道理,如果我們應用得好,是整個人可以很大的提升 中國人之中有很聰明的人 大家有聽過,諸葛亮,很明白 原來他是發明家,他有很多事情 他是三國時候屬國的丞相 劉備三故草怒請他出來 他不是想去做官 但劉備去找他,他一次也不肯出 第二次,第三次他才肯出 他是真的,人來說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他是成相,又是政治家,傑出的政治家 軍事家,外交家,文學家,書法家,發明家 這裏是他發明一些東西,可能大家都未聽過 不知道,原來孔明都有發明這些東西 諸葛年老,即是他可以連續發戰 這個搭橋槍是甚麼來的呢 他走,譬如有時過橋,要過河 去到搭橋有困難,他有個輪子帶著橋 去到那裏就把橋放上去,就可以過橋 這個木牛流馬,其實這個未必是 木牛流馬是失傳了,是他用一個方法 運輸他們的軍用品 他就發明了一些東西,但這個東西是失傳了 另外,我們現在經常都說 叫人們不要用的,就是孔明燈 孔明燈就是用一個熱氣 熱氣令燈向上升,因為有危險性 他會燒了其他東西,但在那時來講 他就是求救訊號,或者是通知人 他用孔明燈的方式,都是他所發明的 我們見到一個這麼聰明的人,我們就說 很聰明,這個人很聰明 我看另一個人,Winston Churchill,邱吉爾 其實很多聰明的人 邱吉爾其實他的貢獻 我們今天這個世界仍然是這樣,是很大的貢獻 為甚麼呢?當邱吉爾上任的時候 德國已經佔領了歐洲很多地方 他隨時想過來英國 但英國就感謝神,有這個英倫海峽 英倫海峽,他屢次想攻擊,但攻擊不成功 但他遲早可以攻擊成功 在那時候,他們就選了邱吉爾 邱吉爾是一個很果斷的人 當時在朝廷的人,有些甚至說 要跟希特拉做朋友,跟他協調 這樣我們就不用滅亡 但邱吉爾就說 沒有辦法跟老虎謀皮 你不可以跟老虎商量 他是堅持一定要對抗 後來英國當然也是美國的幫助 推翻了,打贏了希特拉 但這個人物就是他那種果斷性和策略 引致我們今天這個世界 如果希特拉推翻了 當時真的打贏很多國家 我們都沒有想像這個世界是怎樣 大家想不想像到 如果希特拉在德國,歐洲 然後日本又打贏美國 其實是沒有可能的 如果他們的勢力膨脹得很厲害的時候 就算他不是打到美國,他打到很多國家的時候 堅守住的時候是很厲害的 後來是有一次很果斷的 洛曼地登陸 就是因為 德國想都想不到 他會在洛曼地那裡 其實是很難上岸的 一個沙灘很難 在德國和法國之間很難上岸 為什麼呢? 那裡上岸,他有機關槍那裡 對準了 那你上岸,跑那條那麼長的沙灘 已經被他打死了 但是他有策略性 趁了一個機會 他們在一個機會 就死了很多人 其實有一套電影 英文電影叫做 The Longest Day 就是講到這個洛曼地那天的戰役 這個其實也是 近代歷史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 如果不是這次洛曼地的成功 希特拉那個勢力 我們很難想像這個世界 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世界 那些人我們看到他的聰明 我們說很厲害啊 很有果斷啊 不過我們有沒有想過 我們的神還比他厲害呢 我們的神是超越全世界的 即是我們看到聰明的人 我們說很厲害 但是有一位比他更加高的 我們一起再讀一下 以賽書五十五章八節 另外說 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 天怎样高過地 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過你的意念 這裏講的神就說 第一件事 我和你們想法不同的 我不是人這樣想法的方法 我有另一套的想法 因為神來講 祂完全掌握在一切 祂有祂的計劃 人的思想很受環境限制 很受情緒影響 很受人影響 很多困難影響 但是神是完全不同的 當我們真的信靠神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突破 在我經歷聖年之後 神是給我十年的時間 是粗練磨練 各樣的方法 很多攻擊的說話 很多困難 但是在那個時候 我堅決 神給我這個心 我經常都深信 神答應了一定會成就 祂的計劃一定會成就 只要我走神的路 一定會成就 但是那一段日子 是不容易過的 是有很多負面的說話 很多的攻擊 有些人說 袁牧師 你不是這樣來來回遊 去香港 你現在已經有大教堂 你已經可以買屋了 你看看 你還站在街邊 在傳福音派單張 有些人會 有些人會直接跟我說 有些人會間接跟我說 都是有這樣的說話 但是我的心 堅定相信 神有你的路 人怎麼看是不要緊的 人怎麼看是不要緊的 總之我們走神的路 是一定得勝 必勝的 什麼必勝下 但是我們這個 就不是他的必勝 是神的必勝 而神的路 是高到我們沒有想像 天怎麼高於地 照樣我的道路 高於你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於你的意念 是那種高法 我們沒有辦法想像到的 是想都想不到的 神有什麼屬性一起讀 神是極高超越人類 神謙卑降下服侍人 我們就單單追求神 還有我們永遠有進步的空間 就是他的屬性 就是他極高 他是充滿慈愛 充滿能力 充滿恩典 他能夠做的事是無可限量 我鼓勵大家上網看 It's supernatural 真的有很多的故事 是令到你很震撼 加強信心的 如果你能夠聽到一些英文以後 你可以設定是英文的字幕 就會有英文的字幕 你就可以跟著 就可以明白它的內容 你真的見到很多不可能的事 有些不可能的病症 當祈禱的時候得了醫治 是真的很多很多這樣的情況 我記得有一個 我都不記得那個叫什麼名字 他是很有信心的 什麼事都有信心的 但有一次他那個水 歪了 我不怕他什麼事歪了 就是完全歪了 他要去講道 要去講道 他就有信心 我一定能夠講 他在未上台之前 我都歪了 那些人說 有搞錯你上去講道 他真的上去講 一上去講 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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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講道 真的有很多 有些絕症 癌症 癌症 其實在神是凡事都能 他什麼都行 他的智慧是無可限量 他的能力無可限量 他的慈愛無可限量 所以我希望我們深信 我們有一位這樣的神 所以我們就不用怕人 不用怕環境 什麼都不用怕 而我們的神志高 但他卻謙卑 謙卑來服侍我們 就是他的特質 他不是比我們厲害 他是很謙卑 所以我們怎樣 我們單單追求神 追求神就有一切的好處 我說單單追求神 意思不是我們不做人 需要做的事 我們需要做 我們需要學人的禮貌 需要明白人的心思 回應人的感覺 但我們不要被人害怕了 天余是高的地 大家如果高 高的有些樹矮 你就伸手摸到一棵樹 是吧 但你最高最高都好 你爬不到最高的 即是我們不能高到最高的樹上面 但一棵樹在這個山上 有幾大棵呢 真是矮到你都看不到這麼小 然後天上的星 那些星座 那些星系 根本我們想像有幾遠幾遠 但是神的高超 就是超越了這一切 他能夠做到這些一切 他能夠做到宇宙漫物 能夠發出的閃電 一下閃電 可以救一個城市幾個月用的電 他一下的能力 即是跟我們的能力比 真是大到不得了 他的慈愛 他的智慧 是超越了人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記實 天怎麼高於地 照樣他的道路 高於我們的道路 他的意念高於我們的意念 是超越了人的想像的 下面那兩個記者一起讀 宇說從天而降 並不返回 卻滋潤地土 使地上發芽結實 使殺種的有種 使肉吃的有量 我口所出 華也必如此 卻不肚然返回 他要成就我所喜悅的 在我發得去成就的事上 必然坑通 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 平平安安夢引渡 大山小山必在你們面前 發聲歌唱 田野的樹木也都拍掌 從樹掌出代替經濟 翻石樓掌出代替質例 這要為搖華能明 作為永遠的證據 不能剪除 那這裏呢 神接著就講了 他說呢 雨雪 落雨 或者是雪 他不會徒然返回的 他會來到地上的時候 他會滋潤地土 使地上發芽結果 如果你看過那些影片 你就看到 哇 沙漠地好像什麽都沒有 但一落雨 就生了這些東西出來 很快就有花了 很快就有種子 接著就傳播 接著乾了又死了 又靜了 接著到下一次又落雨 從不一聲又生出來 即是那些植物是超級快的 很快就會生長的 神就用這個比喻 就是普世的雨雪落到地上 是不會徒然返回的 他會叫地上的發芽結實 使殺種的有種 使要吃的有糧 神就說我口所出的話 亦都是這樣的 是決不徒然返回 他不會空手而返 他一定會成就他所做的事 他是要成就我所喜悅的 在我發他去成就的事上 必然亨通 就是神的話語大有能力 聖經的話語大有能力 聖靈跟我們講的說話大有能力 神要做的事大有能力 當我們相信的時候 我們觸實神的應他 有一句經文我經常觸實 你都經常聽我說 就是先求神的國和義 一切都加給我們 我就觸實 我總之求神的國度 我總之讓神做 第一就是傳呼音 救更多人 第二就是 第一個意思就是 神的國度就是救恩的國度 第二就是耶穌作王的地方就是祂的國度 我讓耶穌完全做主 還有先求祂的義 遵從神的吩咐 這一切就會加給我們 我就是憑這樣的信心 神就會祝福 神在不可能的時候為我們開路 其實一直一直我們擴展影響這些國家 求主幫助我們 看到原來我們可以這樣給神用的 我也希望大家有份 在香港能夠影響 或者將來甚至有些人能夠去到外面去宣教 就是我們有神的話語 神的話語發出就有能力 這個能力可以是救恩的能力 可以是改變生命的能力 可以是醫治的能力 可以是改變生命的 提升祂生命的 發揮祂生命的能力 神可以做到一切 在祂來講是沒有難成的事 所以我們就要信心傳講祂的話語 我們一起讀一下神的屬性 神的話語必成就 神計劃了必定成就 我們信家神所應許 所有應許 就是說 祂的話語一定成就 祂說了一定成就 一定會成就 當我們聖經說 我們悔改信主 神一定赦免 神真的會赦免 我們有謙卑的心 神一定會將我們提升 我們愛主 神一定會將我們成為尊貴 當我們先求祂的國 祂一定會將一切加給我們 祂一定會成就 也都會將來有賞賜 有祝福 今生得百倍 來世得永生 當你今生樂意奉獻的時候 或者你獻上你的生命 你的時間 你看到今生 你越來越多祝福 越來世得永生 而神呢 祂說了的話 祂要計劃的 祂計劃是會成就的 祂計劃了 一定成就的 祂說了會這樣發生 祂知道將來會怎樣 祂已經知了一切的結果 祂的計劃如何成就 一定會成就 所以我們可以信靠神所有應許 神答應了 神答應了 我們可以完全相信 即是好像種子 這個法馬 神答應了 祂答應了會保守我們 我們就不用怕 無論我們就算有疾病 被人傷害 被人得罪 我們就覺得很大件事 但其實在這一切的事上 神都依然 必然是會幫助我們的 神必然 即是我們不需要懼怕任何的人 不需要因為任何人而屈膝 或者是害怕他們 但我們去祝福他們 我們去幫助他們 其中講了一個例子 神那種至高是甚麼呢 就是人最需要的甚麼呢 就是你們會歡歡起出來 平平安蒙地 有些人說 很大件事是甚麼 但這件事就是人做不到 有沒有發覺很多人很不開心 很多人很煩惱 面對我們很多的人 就算強壯的基督徒 一樣會有煩惱 一樣會有不開心 我自己都有不開心 不過我盡快處理 我不是我沒有不開心 我一樣有的 不過我盡快盡快處理 盡快在神的喜樂之中 我投入祈禱 長時間祈禱 的確是有幫助 還有謊言討苦 的確有幫助 喜樂是更加湧流的 你學到用靈 愛慕神的時候 你逐步逐步可以進步 神就有能力 能夠一大批一大批的人 被他改變 個個歡歡起出來 整個生命被提升 個個變得喜樂的人 並且有平安蒙引導 被神引導 神會有能力去帶領我們的路 我們會走一條越來越好的路 而他用這些比喻 這些比喻 山都會發聲歌唱 田野樹木都拍掌 這件事當然在將來 新天新地就會發生 但今天 亦都會我們的路 可以有喜樂 有平安 你去到哪裏 哪裏就有平安 就有喜樂 就有能力 就有改變 這是我們可以看到發生的事 我希望大家都深信 神的其中一件事 就是 祂能夠醫治人的心靈 並且為我們開路 還有一些不可能的事 本來是荊棘有生出松樹出來 本來是窒泥有生出翻石楼出來 這些事都要為耶華流明 作為永遠的證據 不能剪除就是 永遠的證據 看到神去到哪裏 人就改變 其實這個世界上 你上網見很多不同的見證 很多人很憂傷 很不開心 有疾病 很絕望 沒有盼望 我見過有些人 他們就說 離婚 小時候被家人虐待 後來結婚的丈夫 又虐待他 好像很無盼望 但當他信耶穌的時候 他經歷很大的平安喜樂 然後他生命很大改變 後來就時時努力去傳遜呼音 我們一起讀 有黃色底 藍色字是神的屬性 我們一起讀 神是喜樂 神賜喜樂 神賜恩典代替奏作 我們信從神就有喜樂 這個交叉就是說 不好的部分 就是相對於人容易帶你煩惱 人是容易煩惱的 但是神是一個喜樂的神 他不僅僅自己喜樂 他會傳給人 他傳給人 不是你見到他笑著喜樂 而入去你的心 你就會經歷到喜樂 而神能夠賜恩典代替奏作 即是那些疾寧會變成翻石楼 當我們信從神就有喜樂 就是一個喜樂的生命 就不再是煩惱了 有很多人說 不是 我還是不開心 我們就要拆解 到底哪個位有問題 一定有個位 有些人說 是他衰 所以我就不開心 你都會說他衰 他衰 為何要拉到你身上 即是我們不需要廣東話 拿屎上身 他衰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可以被人罵完 我可以一樣轉身 我就要喜樂其安 當然可以避免 我們就避免被人罵 未結婚的 你不要找個罵你的人來結婚 有些人就不是 看到他英俊有錢 就罵也好 不要緊 以後會改變 慢慢會融化 但他不會融化的 未結婚的 如果你看到對方有問題 不要這麼快結婚 尋求神的心 也可以尋求基督徒 和牧師的輔導和智慧 因為我們見過很多人 我們看到他的時候 你以為他會改 他未必會改 神才會真的幫到人 所以我們走完神的路 就會得到喜樂平安 但不走完 在哪個位破口就有問題 哪個位掉漏 譬如你在人際問題有掉漏 那人際問題就成為你的痛苦 在金錢上掉漏 金錢就成為你的痛苦 不照顧身體 健康就是成為他的痛苦 所以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在整個生命 都看看我們反思 時事反思 我們成長的部分很重要 就是反思 我們看到PIE 祈禱和計劃 Pray Pray和Planning 然後就是 Implementation 就是實行 然後就是 Evaluate 就是評估 我做得怎樣呢 我評估了 我又祈禱問神 有什麼方法呢 又計劃了 有個方法又計劃了 然後走出來 走出來之後有沒有改善呢 沒有改善 我又評估 我自己都經常評估的 我一樣會有面對情緒的問題 我不是沒有的 我都會有些擔心 都會有些壓力 那我說為什麼我擔心有壓力呢 那我就說 其實神已經有計劃 我為什麼擔心呢 我就一直告訴你 我會放心 哈利多日感謝神 放心 起落了 覺得幾天又來過了 又再處理 就是我發覺人是 就是 用據說話來講一下 就是比較極端 因為人仍然是罪人 所以總是在問題裏面 總是在問題裏面 總會 總會出現 不過問題我們幾快處理的 如果不處理 一定受苦 就是沒有人是沒有問題的 這裡有沒有人沒有問題的 舉手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 處理過 就算經歷四年充滿 之後沒有了問題 竟然舉手 是沒有的 人人總會有問題 那個問題就是 我們能不能處理的 人就是容易有煩惱 所以我們知道人 我們本質是容易煩惱 就不要為那些煩惱找藉口 是這樣的 我不行的 沒有希望的 哎呀 神都不幫我 我都是做不到的 是那些人衰的 總是覺得藉口 這些全部都是藉口 我們就 將你放下 好了 這裡就給我們看一看 神是至高 天真是高地 神的至高是怎樣 高到怎樣 我們遠遠不及 人呢 即是我們真是不行的 我現在講出一些人的問題 有罪和自私 那你說有罪和自私 那不就跟神很大距離嗎 就是很大距離 因為他真是完全勝貼 完全是無… 即是… 什麼… 寫記 完全放下自己 完全就是 關心人 祝福人 他的心態永遠祝福 無論那個人衰到怎樣 貼地 怎樣差 在非洲有一個 叫做 General Buttnick 因為他是接觸邪靈 他是殺人 他每個要殺一個人 他就有超自然的能力 是邪靈的能力 但是神有計劃去拯救他 他打仗的時候 他是不穿衣服的 只是穿著鞋子而已 他就會… 邪靈保護他的子彈 打不到他 他整隊軍隊都是這樣 是一個這麼… 殺人這麼多的人 那些人見到他會害怕的 他呢 除了用槍 他有個… 那時候有個非洲的牧師 認識他 他就告訴我 他們有時候 將… 即是… 一些物件 尤其是死的動物的物件 就… 獻祭給魔鬼 那麼 他說他們用那些馬尾 就獻祭 用血獻祭 然後呢 他打人的時候 會盲 或者病 或者會死 那些邪靈的力量 會這麼厲害 但是神會選這個人 為什麼選這個人呢 為什麼不選這個人 為什麼不選這個人 比較好人 神就是他的作為 很奇妙 他感動了一個牧師的教友 他說 我們要去… 為這個人祝福 那牧師說 不行的 這個人殺人的 不可以… 不可以接納他 祝福他 但是這個人繼續說 那牧師就趕走了他 然後… 那牧師自己 那牧師自己 開始發預言 我們要去祝福他 要向全福音 要去救他 然後他就說 你們誰願意 就叫了幾個 跟他一起去 但是呢 那幾個人走到半路 全部都走回頭 都說 有些事了 我都是沒有空 但他去到… 這是我以前的一個牧師 其中侍奉的一個黑人牧師 叫Walter Wright 那他就告訴我 他去到那裡 為什麼那些士兵 他跟他說 我想見這個general 他們個個都不理睬他 為什麼不理睬他 他就走進去 走到門口 那個兵在那裡 又是跟他說 又是不理睬他 然後跟著那個general來到門口 跟著 在那個帳幕的門口 跟著他就 跟他進去 跟他說耶穌 他就坐在那裡聽聽聽聽聽聽 聽完呢 走了之後 那個general就問他 為什麼這個人會進來的 那些人都說 我看不到他 他們看不到 然後呢 他就把那些人殺死 翌日又是這樣 他又來到 有些人又見不到他 然後第三天 又是這樣 然後他就 帶了他信耶穌 而且他很多邪靈走出來 他就成為了報道家 現在 就是神可以做這麼偉大的事 人的罪和自私 就會整個人爛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到 我們罪的可怕性 雖然你說 我都幾好人的 即是 我都接近是好人的了 但是 跟神的完美比 是不能比的 他那種完全的聖結 是我們不能比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到 哇 神的聖結和光明 他完全恨會一切的罪惡 是罪人不能夠接近他的 那種聖結是很比例的 是很漂亮的 所以天堂完全沒有一滴的罪 在神的地方 那裡是沒有一滴的罪 你家裡有沒有一滴的罪呢 是有很多 我們周時都會 吵吵吵吵吵吵 又說吵吵吵人 又說一些不好的東西 總是有很多不好的東西出來 因為我們裡面就有罪 而且我們容易被人影響 如果我們有被人影響 別人說什麼話 我們就想一想 大餐夢 又去猜他做什麼 猜他怎樣害我們 猜他怎樣壞 猜他人怎樣對我們不好 或者是 哇 看到他 他經常罵我 我們就受影響了 這個就是人 即是可以說 沒有人是不受人影響的 不過問題是我們幾快處理 其實我發覺 輕鬆得性的教導 不是很多人有的 即是 很多人呢 就算做牧師傳道 他們說話的時候 那個教育好壞 真是很難頂 真是頂不順 真是哎呀 這些人踢走他 即是他講話 看得出他 他完全沒有輕鬆得性 他沒有處理到 他由這個人的罪影響到他 很猛狀呀 很不喜歡 或者某一個傳道的 不喜歡 還有我們人總是缺乏智慧 還有能力 即是我們想不到怎樣做 我們會做錯很多決定 尤其在男女的事上 結婚很多人都會做錯決定 所以如果我們肯聽神話 是最聰明的 還有缺乏能力 想做就做不到 想做做到好 但做不到好的 還有呢 我們怎樣都會病會死的 一病的時候 你什麼力都沒有了 在死亡之前 沒有人能夠做到任何事情 還有我們的本質 是容易傷害人 令人不開心 還有我們控制不到前度 我們沒有人知道前面的路是怎樣 一天可以很健康 突然間突然完全失去健康 什麼都可以發生 我們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們根本沒有把握到 但我們感謝神 有一位真的神 其實世人都是想找一些穩妥的地方 不過他不喜歡一個神 要說他有罪 要悔改 他不喜歡 他喜歡找一個神 你總之放一隻雞上去 燒一些衣紙 這樣就搞定了 那就不用想罪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就說 我不喜歡聽到人說我有罪 他不想悔改 不想謙卑 神呢 神是一個聖誡的神 我們給一個雞給神 說我大把雞 你為什麼要給我雞 我不是需要雞 我是需要你的心 你的心獻神給我 所以我們明白一點 就是我們願意不及 所以不要靠自己 還有不要說自己對 不要說自己對 總是說 哎呀是我對他錯 別人需要我對 後子幫助我們真的看到 我們人的缺乏 人對於神的至高反應如何 人那麼低 神那麼高 應該很好反應 但是不同反應 第一種反應 不能達到之後放棄 神那麼高 我去不了 很多人 雖然神那麼好 但是他說 哎呀我不行了不行了 這個人寫著說 我知道我在浪費生命 不過我不想改 或者固執了 我不做得到 我放棄了 我不肯做了 那就固執了 另外一種就是 神太遠了 這些太抽象了 我們追求一些實際些的 第二個心態 實際些 錢實際些 或者我們習慣 我們喜歡玩手機 這些東西 眼前 有享受 但是 另外一種人 那個好少數 真是讓神提升他的生命 整個生命提升的是好少數 其實我見很多基督徒 甚至我見很多牧師 都不是很多個 是真的全心被神去提升 很多基督徒 都是經常想要病得醫治 病得醫治是應該的 不過 不只是想要病得醫治 只是我的情緒 當你將生命給耶穌 耶穌可以一步一步的醫治 所以這三種反映 你是哪一種呢 你倆說這一種呢 因為你實際上不是 你覺得達不到 或者覺得 哎呀這些太抽象了 那為什麼不肯呢 原因是為什麼不肯呢 第一就是聚性 我們有個聚性抗拒的 我們的聚性不聽話 聚性是 喜歡做自己的事 不想跟從神的路 或者自為善 我夠聰明 我夠好 我讀書夠好 我做工夠好 我都夠成功了 不肯醒悟了 我自己都說了善 或者是懶惰 去親近神 很多人會覺得 哇要親近神 這樣很悶 這樣祈禱很悶 如果用一種心態 神啊我要什麼 神啊我需要什麼 這樣可以很悶 很快便會奇緣 但用一種享受神的心態 變成學個心靈 啊 多謝耶穌 你會裡面湧出 起落 一步步會湧出 起落出來 那你就會有動力 我看到神這麼好 我就有動力 我就說 神幫我放下所有的難阻 我有什麼難阻 我立刻處理 讓我完全的委身 神這麼高 我跟從神 你想想 譬如我們打球 也有這樣說 有時候 你夾了個筍盤 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你夾了個打球很差 明明你打都可以 對方打不到 明明你打球是殺球 他就跌落網 就是我們打球 但遇上個好 你不夠好 他就好 打球 你夾那個好球 當然是好玩 我們做人都是 我們夾了什麼呢 有些人就靠老公老婆 靠兒子 靠誰 靠有錢 但這些是不可靠的 但我們靠那個神 是極大極大的 我們跟著他 全部跟著他 不要漏這些東西 那你說 很難不漏這些東西 那你留意哪樣 就改哪樣 又不用有壓力 留意哪樣 就改哪樣 一看到哪樣就不行 立刻處理 立刻跟從神 這樣就行了 很簡單 即是說 神不是要求我們 一天登天 但總之我想跟從神 這樣就行了 這樣就很簡單 總之我想跟從神就行了 總之我見到什麼 我就處理 有些什麼我就處理 這樣就行了 這樣就很簡單 總之我向前去 就行了 就好像你走路 你繼續向前走 你幾難都好 你繼續向前走 不要走回頭 這樣就可以了 靠著耶穌就可以了 其實人所有的困難是什麼 被人罵 那是否死得呢 不死得 我其中一個經歷 就是被人罵很多 但是我 不要緊的 無所謂 他罵就有個罵 不會懵到死的 人不會變得很懵 被人罵到懵了 就不會的 我不介意就無所謂 但事實上 很多人是不肯聽話的 西方言書三章一節 記不記得 西方言書三章十七節 很多時候都說 神得因我們歡欣喜樂 物而愛你此 因你喜樂而歡呼 但是這裡三章一節 就講到人那種不好 一起讀 這說 者 撥亦污衛欺壓的城 有和了 他不聽從命令 不領受憤悔 不倚靠而言 不親近達神 這要講到 他有和了 這個撥亦污衛欺壓 撥亦不聽話的 是污臟的 欺壓人的城 有和了 就是什麼呢 他不聽從神 的命令 不領受神的教導 不倚靠神 靠自己 又不肯親近神 我們就將它轉回相反 我要聽神的命令 我要領受神的教導 我要倚靠神 我要親近神 這樣我們就轉回蒙福 其實是不難的 討臣喜悅是不難的 做不得夠好 求主赦臉 需要力量 求主給我們力量 我們一遵從神 神就會歡喜 好了 那不聽話有什麼後果呢? 不聽話就活得辛苦 煩惱 無力 聖日 有些人說清楚 這陣子很煩 睡不著了 很激氣 很傷心 好像這個人走路是否很辛苦 又重又長路 走到什麼時候呢? 人生可以是這樣的 有些人就是這樣 明明這麼辛苦 不如倚靠神 他又不肯 就算耶穌也好 知道神這麼好 但他總是覺得要靠自己 第二就是被魔鬼和人偷竊和人毀壞 魔鬼 罪人就會偷竊 有時不一定不信耶穌的人 有時信耶穌的人都會偷竊 都會傷害我們 但我們就說神 我不讓他偷竊 我有的 我要持守 我站穩 就算有人攻擊我 不要緊的 不死得的 即有些曾經攻擊我的人 是基徒來的 不過不要緊 沒有人能夠拿走 還有呢 後果就是神不喜歡 神不喜歡就最慘了 因為神不喜歡這個人的時候 神的祝福自然離不了 不通 所以不讓神作主 後果是嚴重的 就算有這麼多東西 哪一件事你還未讓他作主 譬如你不肯親近神 不肯悔改 不肯改變 這件事就成為我們的阻礙 我們覺得神這麼好 是不是應該珍惜 我們有的 其實我們珍惜真的很多好東西 我們周圍有好的弟兄姊妹 我們這個其實都是一個好的教會 雖然不是一個大教會 是真的很有心幫人 我們就是珍惜 珍惜有我們有的機會 我們多謝神 我們有這個機會 多謝這個神是這麼好的 珍惜神什麼呢 他凡事都幫到我 什麼都幫到我 全世界的手中 不可能的事會發生的 就好像我坐飛機 乘了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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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這麼奇妙的事 也有其他人有不同的見證 是不可能的事 沒有人能夠害我 有天使和我一起 看著我 真是神 他使者 千萬有講到 這些小子的使者 常在我天父的面前 時事有使者保護我們 所以我們做人不用擔心 那其實是不是很簡單 既然神是至高 是不是很簡單 不過為何肯是不行的呢 為何錯在什麼呢 問題在哪裏呢 為何不可以 既然神這麼傳聞 又這麼肯幫我們 又這麼愛我們 就算我們做錯一悔改 就搞定了 譬如有些事情做錯就不是 最簡單 如果你過馬路被人捉到 罰你千多元 扔垃圾 罰你千多元 駕駛的 開快車又被罰 甚麼事都要罰 但神 當然神都可以有管教 有懲罰 但神是很多恩典的 當我們悔改的時候 祂真的很歡喜 所以 大家能否珍惜神 珍惜神這麼厲害 這麼有能力 又這麼肯幫我們 好 怎樣 想如何被神做主呢? 完全地降伏 好像十个大牙蜂蜢那里 有十个,但遮住了,看不到九个走去 回来,是多谢耶稣 完全降伏神,祢是我的主 祢说什么,我做什么 祢叫我做什么,我做什么 祢想我怎么,我就走祢的路 有些人说,这就是难了 因为,为何呢? 我有我的意志 但我们的意志常常都错 既然神是这么对的 我就跟祂的意志 跟祂的意志,祂又会开路 又会做好的事,又会享受 又会享受 神奇,好像我现在 我感谢神,让我有 供应到别国 我也享受,我又可以打球 可以享受 有的食物 一切我享受我太太 这都是享受 我又会享受 我真的会享受 有时我人都会忘记得再享受 吃东西都吃光 有时特意提自己 享受一下 享受一下 享受一下我太太在一起 就算她 她爸爸妈妈 都是对我们好好的 都是很多照顾 我都应该享受 都应该多谢他们 什么东西都感激 欣赏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 就可以更加好 在神面前康复 而深信她 凡事都能 什么都她手足 然后她说什么 我就做什么 她说 感动我们 不要说大话 我们就不要说大话 不要发脾气 我们就不要发脾气 要输人就要输人 叫我们跟从神 我们就跟从神 叫我们接立这个人 我们就接立这个人 就是什么神说的 我们就听她说 也都听基督徒的劝告 因为身为基督徒 不会个个都错了 例如有其他基督徒 跟着我一起 都是这样提议的时候 劝告的时候 都有个原因 就是不会是 个个都错了 个个都错了 只有你一个人对的 当我们有提议的时候 都是有神的心意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到 好吧神 我就放下我的意思 大家有没有一些意思 需要放下的呢 有什么意思 需要放下神 那我就能够进入神 高层次的生命 我的生命就一路提升 越来越提升 我们会看着你提升 看着你一步步提升 所以我希望大家 你这里得到帮助 我希望你继续在这里 接受训练 建立 然后你可以祝福人 你的生命就整个提升了 来到这里 不要只得医治 而是你都可以跟着 将来去医治人 去帮人 这样的时候 你的生命就提升了 分别在这里 康福和不康福 康福就是 耶稣领我 带你 我就顺服了 耶稣就称赞 然后我们进入高层次的生命 一条顺路 一条顺 一条祝福的路 一条蒙福的路 虽然过程有困难 一定有些困难 不过不要紧 那些困难是操练我们更加 以靠神 其实什么操练都是帮我们更加 我不靠到自己要靠神 完全靠神 我自己 其实 有很多东西 神都给我自然的恩赐 我都感谢神 我多谢神 但我不敢骄傲 譬如神让我学习 是很聪明的 我感谢神 神让我看到很多东西 我很快就学到 我感谢神 神让我周围的人配搭 我感谢神 但我感谢神 我就谦卑 神不是我 是你的 我不能够骄傲 我不能够有任何夸遥 我夸遥就全部拆掉了 当我这样的时候 神就一直提升 神都是按人的生命 来将财干恩赐赐给人 当你愿意的时候 神就将财干恩赐赐给你 你的生命就一直有困难 一直转好 不听话怎样 反叛神 后果就是仇苦 然后一起读一下 顺着情欲杀种的 必从情欲收败 如果中的不是这些苗 那些殃 中的是罪 后果就是死亡 所以我们知道 对神降伏和不降伏 是很大分别 有很多人说 我都有降伏 我又上教堂 我有奉献 我都有帮人 我都有对人好的 我差点点 我还是会生气一个人 我不肯听话 不肯服侍 不肯被训练 不肯被提升 不肯处理罪 处理了一些 还有一些未处理 都挺好的 我都比很多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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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 仇神帮我们看到 任何一样罪 都有破坏性 就是烦恼一样罪 就已经有破坏性 其中一个人 是我们的 头号杀手 太多人受人影响 所以在这里 我就说出一些方法 其实我自己都会面对的 这些方法都是神教我 然后我说出来给大家听 第一 譬如刚刚被人激怨了 我相信神是在爱我 先相信 不是胸口白 就这样宣告 然后一路相信 神真的是在爱我 多谢天父 天父在爱我 天父在帮我 天父一定会祝福我 一定会接纳我 一路相信 然后宣告自己很宝贵 深信很宝贵 你跟隔壁都说 你是很宝贵的 你是很宝贵的 我跟自己讲 我自己都很宝贵的 我是神的宝贵 王子公主 神宝贵公主 其实这一点很重要 一起读读 无人能破坏神的计划 读读读 人怎样看我不重要 不计较人对我做的 我选择感恩而喜乐 就是说 无人能够破坏 因为神的计划 谁能够破坏 无人能够有这个能力 所以他不喜欢我也好 他排斥我也好 他不看轻我也好 他不看轻我也好 他说话 什么都好 有什么所谓 他的说话又不咬到你 你不让他咬就不咬到 你让他咬就咬到 你让他咬就咬到 你让他咬就很辛苦 但不要紧 他怎样想我 不死得 有时人是想人 但那些人未必是真的 但他以为是的时候 变成那些人是真的 人一看我不要紧 因为神要审判所有人 个个都要站在审判台前 他们都要审的 他们很惨的 他们经常骂人的人 很惨的 不要计较他做我做什么 这里的图就是这样 这个人拿着团套打他 他拿着雪糕 他要说和善待人 就是有什么所谓 他骂我 我一样祝福他 一样买些东西送给他 你怎么会买东西送给我 他就想你开心 多谢你对我做的一切 就是这些说话 都可以令人软化很多 又说一些他好的东西 那次你怎样帮我 我很记得的 多谢你 由我选择感恩而喜乐 感恩就可以喜乐 多谢神我有一切 感谢神来的事 一起做 多谢神 神给我很多 我可以开心的 感谢神 我可以开心 我可以感谢神 我可以欢欢喜喜 我可以快乐 我可以无重担 其实什么时候都可以 就算有人伤害我又怎样呢 那些伤害我可以放手 let go 让他离开 他骂过我 有他 他伤害过我有他 不要紧 神会给我 由头有新的开始 为什么很多人都不去到新的开始 那步 他总在一个位置 很坏的 真的坏得很重要 还是很坏呢 我对他很坏 都是坏 是的 他就是坏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不要紧的 坏就是坏了 知道是坏的了 知道他是不好 不过 不要紧的 不死得的 他不会咬我 好了 那我们自己建立了 怎样建立呢 一起读一下 处理罪 建立圣结 不被人或情绪影跑 建立智慧或能力 珍惜生命 建立人 信服 神掌管前路 这就讲到神既然那么高 我们怎样走这条路呢 我们进这条路一定处理罪 和建立圣结 很难啊 很难没有罪 方法呢就是这样 一有罪 立即求主圣面 神就很欢喜了 然后 我总之是努力 神就欢喜了 我未改了 不过 不要紧要 我是努力 他不好 我都尝试去遥恕他 去祝福他 体谅他 我已经努力了 神就欢喜了 总之 向了方向去就可以了 这样呢 是不是容易很多啊 就是不要想着 我要一天登天 没有了烦恼 不会的 不会一天 没有了所有的怨恨 一定有的 不过 我正在处理 正在处理 正在处理 就会越来越处理得好 我自己都经常赞自己 感谢神 我又可以起落了 感谢神 我有进步了 感谢神 我又不受影响 我会清赞自己 我不是清赞自己 我比较了 我不是比较 我只是说感谢神 我感谢神 我有进步的地方 我现在又提升了 总是称赞自己 有进步的地方 可不可以这样 你自己 跟自己说 我感谢神 我有进步的地方 我有进步的地方 我就可以欢喜了 因为神的路是圣洁的 一定是走一圣洁的路 那你说我还未够圣洁 不要紧 立刻求主圣洁 继续努力 其实个个都是这样的 不过这个经验是要建立的 即是你不会一下子建立到的 不会说一声你就全部没有罪 但这个经验是慢慢建立 以至为能够越来越处理罪 不给人影响 和情绪已经刚才讲了 那个slide 如何不给人影响 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因为不给人影响 我们才有力 建立智慧和能力 和人相处 即是圣经给我们智慧 和和人相处 帮人是带来智慧的 很多人就说 他这么坏 我真是顶他不顺 他转成一个被伤害的状态 被伤害的状态很惨 但思想改变 他伤不了我 我只是问神 神可以做些什么 我都可以告诉你 有什么要做 对他笑笑 多谢他 有什么地方 总于善待他 有什么地方他做得好 立刻赞他 立刻欣赏他 他有脾气的时候 他有说一些说话 吩咐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说 好 我听话 我做 我会做 如果他有时犯了些猛疹 我们都听他 我说 我知道你有些不开心 我关心你的 我支持你的 我做错令 你不开心 请你原谅我 总是求神给这个智慧 因为这一步 我肯去祝福他 就是智慧的开始 认识以为智慧的开端 但当我们每一步 走神的路 也是智慧的开端 因为我们肯去祝福他 就开始学到如何祝福 关系就会改善 但如果我们始终停留在 我很惨 我很惨 我被人欺负得很紧 他骂我 打得很紧 很多人骂我 这样的时候 整天这个状况 是出不了 这一步已经有很大的智慧 我开始祝福他 跟我说一次 我开始祝福人 已经有很大的智慧 我不计较人的不好 已经有很大的智慧 他如果不好也好 我总是不计较 我已经有高度的智慧 然后就是珍惜生命 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 今天只有一次 有些人说还有很多日 不过那些日子很快 你一天一天过 好像我一天一天过 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 小小过 我还记得我站在那些板凳 那些大牌当的板凳 我记得我那时 我站在那里 头在板凳的顶上 我还记得我小小过的时候 我记得我妈抱着我的时候 我多小过的时候 我记得这些日子 很小过 我好像一个心态 比如在中学的时期 中学毕业之后 我经常都觉得自己都不是很大 怎知道浸浸身就这么大 都没想到这么大 人的时间真的很快 所以我们珍惜我们有的生命 还有呢 有机会就建立人 这就是一个智慧的一步 建立人就是智慧的一步 然后信从神掌管前路 他带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我是想都想不到 其实之前我有个教育跟我说 你将来会回来香港 并且你会去列国 听着先吧 真的当时我感觉 我是不是全心相信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能 我已经 我甚至很多次想 我今次离开香港 都很难再回来 但是神就为我开路 真的不单止回到香港 并且开路 并一去到人 都经常问我 你什么时候再回来 那真是祝福到人 并且兴起人去服事 那我希望在我当中 也兴起一些人 真是说神这么至高 神条路这么好 我们就不要被这些东西困难了 大家看到 这个什么叫做 Purdos 那些障碍菜 那些叫什么 跳篮 跳篮 跳篮的那些 那些跑 要跳的那些篮 我们就这样想 我们的生命就是跳篮菜 是否叫做什么 有个名字 是 花篮 花篮 障碍菜 障碍菜 我们的生命就是障碍菜 我们的生命是不断有困难 问题是 你是什么人呢 就是在乎你怎么跳法 有些人呢 一瞬间跌到地下 跟着就 哎呀呀呀呀呀呀 在那边扭脚 在那边放弃 在那边放弃 有些人呢 跳过了 不行 不行 我为什么跳不到呢 我下一次跳过 总是想找个方法解决 这个人就提升了 那分别就是这样 其实外国人都是做人 都是 一天二十四小时 一年三十五天 我跟你都一样 我们的生命都一样 有限制 我现在我都发觉 我和以前是有限制 都是有限制的 就是我打球的时候 我打得大力一点 我发觉肌肉 那些筋未必受得到 就是有不同的 但是不要紧 总之我 make the best of what i have 我有的 我珍惜 而尽量发挥的时候 我就能够珍惜神 给我最好的东西 发挥到最高 可以做到多少 做得不够好 又不要紧 下次再努力 总是整天都是正面的 我今次做得不够好 不要紧 下次努力 求主赦面 我跟着就努力 这样的时候我每一次夸难 我就越夸越高 今次有人 哼 我开始不理他 下次有人骂我 我又不理他 下次有几个人一起骂我 我都不要紧 有什么错 我就认错 如果没有错 不要紧 我都是祝福他 我们就逐步夸性 不单止自己夸性 我还要去夸性帮助人 所以今天这个讯息 讲到夸性 就是说 天如何高于地 照样 神的道路高于我们的道路 他的意念高于我们的意念 你去到多近呢 我们真的很远 因为神的智慧能力 我们相隔得很远很远 不过不要紧 总之我们向着那方向去 神就已经拍掌了 神就拍烂手掌 赞你 你做得好 你做得好 你和旁边的派掌 你有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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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你向着那方向去 每一次跨高一点 高一点 我亦都评估你以往 当中有些人已经是 唉 不行了 唉 很可憐 唉 不能去 有些可能是这样 但我希望你来到这里 有些盼望 因为神给我们盼望 就是他的路很好 他的路一定会逐步得胜 神戒指有性我仇地一切的能力 绝会有甚麽能害我们 我经常触弃这句话 我又什麽都不怕 又真的又没什么搞我 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了 我触弃这个应许 神是得性的 我什麽怎麽害怕呢 什麽怎麽害怕攻击呢 有些人经常都害怕攻击 死了又攻击了 哎呀 那个人问我 是什麽魔鬼又攻击了 他问我是不是魔鬼攻击 我说是的 不过我们有没有被魔鬼留地步 因为呢 受落他就被魔鬼留地步了 魔鬼攻击不一定 魔鬼可以灵界攻击 不过什麽人攻击到呢 是那些很烦 没有力的 没有亲眼神的人攻击到 如果你日子都起落落 那有些人就会这样说 我曾经有人跟我说 他说你宣教就会被魔鬼攻击 我真的觉得这个逻辑 真的很有问题 我跟从神的路 耶稣说什麽 我就常与你同在 直到世间没你 那怎麽可以跟 一路走神的路 就会魔鬼攻击得更加紧要 耶稣没有这样说 你们去使万民族我门徒 奉耶稣的圣名 奉圣福圣子的圣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他们遵守 那就魔鬼不断攻击你了 圣经没有这样说 圣经是没有这样说 但很多人就是这样说的 圣经就说 我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间没了 所以我们触实神的应许 我是神的触实 基实 那些人说话 我真的分别 是否是圣经 因为是一些传说 很多传说 民间传说 基督教里面有很多民间传说 信不信啊那些 要分别 要分别 所以我们深信 圣经 因为圣经最稳妥 我们的熟练经历是很好的 熟练经历是会改变的 这个有帮助 但触实的始终是神的应许 他一定会加力的 而跟着我们就怎样呢 欢欢喜喜出来 平安蒙引渡 就是神的力量 他这么高 是叫我们开心做人 就算我们未曾成功 我们都可以开心 不是要等到成功 这个卡巴谷书那里讲到 就算葡萝薯那样东西 葡花果树那样东西 都不发王 牛那些全部都没有了 我都要恩耶华 欢恩喜乐 我因为神欢喜 因为 总之 我现在可能 我个人 成长程度个个不同 有些已经比较坚定些了 有些比较软弱那些 那原来我只要神的路 我就可以开心了 行不行 是不是要等到成功才开心 不用 我今天有些进步 我就开心 我见到这儿出路 我就开心了 希望今天这个信息 是成为我们生命的信息 我们整天都有个神 是无限量的 至高的 所以我有无限量的 升级的机会 但很多人就升到上下 升到一年班 我已经升到九班 我已经一年班 我已经由初B到高B 中B到高B 已经去到一年班 很厉害 一年班 我们知道都是初级 对不对 就算去到最高级 和神都相差很远 不过不要紧 我们不用看相差很远的地方 我们总是向前去 求祝给我们信心 行不行 今天有没有给你信心 总会冲破 并且会不断提升 会有不断更美好的事 在我们身上发生 我们一起 在神面前 帮助我们看到你的美善 帮我们看到你的美好 你的大力 你的慈爱 你谦卑服侍我们 你是一定会提升我们 我们每一个都可以被提升 只要我们相信和跟从 是一定可以提升 我们相信你 我们亲人你 我们跟从你 一定会被提升 主要是靠你感动我们 我们反思我们的生命 我们有什么卡住了 我们是否被人影响了 因为是我们自己的幻觉 我们的幻想影响了我们 或者是我们捉住这些过去的伤害 我们捉住这些痛苦 虽然这些真的是痛苦 但是我们捉住都无益 但是我们放手 越快放手 我们越快起床 求祝帮我们反思 我们有什么需要改变 我们有什么需要改变 求祝你今天就更生我们 求祝你今天就提升我们 让我们看到盼望 总之有些少改变 我们正在进步 耶稣正在赞我们 我们都可以赞自己 在这里我意醒大家 如果你今天神提你 有一样东西可以改变 其实我们不用想 十样东西一起改变 一样 一样先 你想到一样可以改变 而你愿意开始改 你又问神我怎么可以改 你看到这一样东西你想改 请你向神站起来 神我愿意 我知道这一样我可以改 这个改变之后我会生命提升 我愿意在这件事上去改 你就向神站起来 神我愿意 你就问神神我可以做什么 我可以做什么 你告诉我 大家有看到地方 你就向神表达 和开声祷告 有什么地方 你看到自己是一些盲点 是容易受伤的点 是容易受伤的女人 或者是男人 是一些自己的固质 自己的痛苦 或者有时候痛苦 都是我们的困阻 这是我们的困阻 我们的困阻 我们的心命是否已够完美 我们的心命有多少缺陷 当你的看到的时候 神问我愿意 在这件事上我反思 我愿意讨告 向神靠神 想有人看到你的地方需要改的 需要處理的 你向神站起來 我相信我們其實個個都有 不過你看到嗎 你願不願意 我問兩件事 你看到你願意 你便可以站起來 你看到哪個需要改 你願意改 你就向神 你向神立志 你現在向神立志 神啊我願意做什麼 你告訴神 我願意開始做什麼 我願意開始改什麼 我願意開始調教些什麼 我怎樣改變我的思想 我的行為 我怎樣改變我親近神 在哪個位置 你便開始跟神講 神啊我願意 我願意 神就提醒你 你今天開始努力 你希望下個禮拜回來 你告訴我 我上個禮拜已經開始處理到 就是這樣 每一件事 每一個人際的關係 我們開始處理 一日一日 當你知過這件事 其實不是難得很緊 當你知過這件事 不是難得很緊 你便可以開始改變 開聲 自己開聲 還有誰願意的 可以站起來 神啊你幫我們 開我們的眼睛 開我們的心血 讓我們看到我們哪個地方是塞住了 哪個地方是塞住了 以至攔阻我們 我們總是這個跳籃賽 跳了半天跌到地上 神啊幫助我們提升我們的生命 我們哪個地方是堅持的 求主你赦免我們的罪 求主你更生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肯達出這一步 我希望大家用WhatsApp 或者用什麼方法告訴我 我這個禮拜有努力嘗試這件事 進步了 感謝天父 感謝耶穌 多謝耶穌 求主加力量給我們 與我們同在 祝福我們每一個 都不斷看到我們有什麼需要進步 我們就處理 我們靠著耶穌得力 被神的智慧帶領 有神的策略帶領 我們一步步的提升 多謝主 求主提升我們中間的生命 提升我們的教會 帶領我們的方向 多謝天父 我們今日正好 除非你 找到了 我們周年 遇到 往下 請 周年 請